请我们台湾这边屏东科技大学的谢正道谢教授 为我们提报的题目 少数民族卢凯族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的一个出探 这个也是一方面 也有我们台湾少数民族的原住民 还有跟我们藏族这一块的一个潜息 大家鼓掌好不好 谢谢 我们亲爱的这个陈理事长 还有我们在座的各位学术先进 今天真的是非常荣幸 我是国立屏东科技大学同事交易中心谢正道 那么今天来跟各位报告的是卢凯族就是台湾少数原住民 他的一个传统社会组织结构的一个出探 今天都因我们来探讨的大部分都是藏学 那理事长是跟我说有没有 我们今天整天下来这个鸡鸭又吃多了 又来点这个青菜萝卜 不一样的东西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既然是来到了我们台湾就稍微了解一下我们整个台湾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个状况 那么其实我大概下午到我大概听了几场我们几位这个专家学者很精辟的一个演讲 那其实我突然发现到我们西藏那边跟我们台湾我所研究的卢凯族 也有很多地方是很相似的 第一个其实像西藏的话传统最早的一个宗教是本教也是万物有灵论 那么卢凯族其实也是万物有灵论 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的巧合 那么我们前一场我们另外一位先进的就提到了这个在藏学里头也有所谓的利用所谓的巫术 来进行所谓的治疗 那么在我们台湾的高山原住民族里头 其实他们早期也都是用巫术巫衣巫婆来进行所谓的治疗 那么我就是话就不太多说就开始来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盧凯族传统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组织结构 那么大概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会着重在他比较特殊的几个制度 第一个呢是所谓的家屋联名制 第二个呢是卢凯族他有特有的一个叫所谓的废所制度 这两个就把它给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 那么其实台湾原住民族是非常的丰富的 那么按照目前学术界普遍的会把它分成所谓的平埔族跟所谓的高山族 那么平埔族当然就是生存在平地的这些原住民族 但是呢这一部分的研究会比较辛苦一些些啦 为什么因为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大概平埔族都已经被同化了 那甚至呢有些平埔族没有被同化的话 他也会隐藏他的身份 会隐藏他的身份那当然这几年会比较特殊啦 有些人他开始来这个出来说他是平埔族了啦 那么这个现象是很奇特的包含有没有以前我们的高山原住民族 我们的同胞 他们也不太严厉显露出他们是高山原住民族的一个身份 这个是很正常的 因为在早期呢我们这个身份上有一些所谓的歧视嘛 那现在呢都很严厉出来 任族归宗他成为少数原住民族 当然除了说有没有我们现在这种所谓的以前那种歧视 已经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了 另外当然我们政府的政策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忙啦 就是说我们对原住民族有很多的一些生活上的补助啦 就业上的一个补助啦 或者是有没有像现在打官司 你是原住民族的话一毛钱都不用不用花 这个是很正常 而且是不分贫富的 ok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平埔族有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是我们在清除有没有 平埔族的一个分布图 这个图如果把它再放大来看的话 其实各位看一下没有 这边其实都是所谓的色 色就相当我们讲的部落 部落 那么等到我们比较后来的时候有没有 学者呢又把它分成所谓的 这个格马兰族啦 像这种所谓的这个 巴布萨啦 希拉牙啦 这种族 实际上的话 那我自己啊在进行少数民族研究 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认为台湾的原住民族的研究 应该还是要用色跟部落的观点看 会比较能够得到正确的一个了解 因为用这种族有些时候太笼统 那么这样的通常都是一些学者为了学术上研究的方便 就把一些色全部放成同一个所谓的族 这个在日本时代的学者也常常这样做 那我有好几篇文章就是看好这一块 那么像日本人早期来到我们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屏股族都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啦 那所以那时候都有所谓的高山原住民族 在早期日本人他们的研究里头 高山原住民族可能最少只有五族六族七族 后来到所谓的九族 一直没有所谓的定论 那现在我们台湾应该是16还是17族了 那我跟各位报告 再过10年应该会到20族跑不掉的 那么像我们今天讲的卢凯族里面就有好几个也在争取 他要他认为他不是卢凯族 他要独立成自己的独特的一支 这等下我们都会跟各位来进行说明 好那么这是平谱族的一个部分 那么高山族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我们看一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 九个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 相对中部登记 像我们行政院通过的总共有16个族 那我们呢像我自己的专攻就是在这一块卢凯族 那为什么呢为研究卢凯族跟各位报告 我自己本身啊所学的是法政 其实我不是研究少数民族 后来法拿少数民族写的非常的多 包含有没有像那个考试院都找我去当少数民族的出题的委员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有些无奈啊 我们台湾的这种高等教育的制度 常常为了要评鉴为了要升等 他会要求你要接很多的计划 那么我早期刚刚我从瓷器大学那边到了 屏东科技大学来任教的时候 没有就是为了升等 还有为了评鉴 因为我们都一定要有计划 那么这个计划我对我本身的常常都丢不中很奇怪 可是呢我只要丢原住民就会中 那么后来我一直在思考 为什么我老是丢原住民都会中 我终于后来得到一点点的心得了 因为这个原住民族的研究是非常的重要 可是呢原住民族的研究很辛苦 因为你常常要去跑这些所谓他们以前住的地方的遗址 都在非常偏僻的地方 有时候来回就要走三天四天 所以说的话有没有 有许我们很多的学者都想做 可是觉得不好做 那这边既然有一个人要做就给他做 所以我大概做了好多好多年 所以后来这边做起来还蛮有心得的 那么各位看一下 我们国立屏东科技大学就在这边 所以做鲁凯族是最好的 那么其实早期的话在日本的研究里头 鲁凯族并不是一个族 他实际上是被视为排湾族的一个雅族 后来有没有学者呢 再慢慢慢慢的进一步去研究 才发现鲁凯族其实跟排湾族是不太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 鲁凯族他在深山里面 像我们这个中央山脉的像鲁凯族 鲁凯族啦 像这种所谓的这个好几个这个还有哪一个 还有我记得是一个泰雅族 他们比较在中央山脉的这些族 都是到了日本有没有 占据台湾的晚期才全部把它给政府 因为早期这边没办法中 因为都在山上 后来他用了很多的政策 就等一下我都跟各位稍微提一下 稍微提一下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都是很重要的 那为什么日本学者一开始会把这个鲁凯族当作是排湾族 因为很简单 鲁凯族他在这个山里头 他每次要从这边出来 他要碰到北南族 从这边出来他要碰到排湾族 所以说呢 鲁凯族通常有没有 他会讲北南族的话 他会讲排湾族的话 但是排湾族他不会讲鲁凯族的话 北南族也不会讲鲁凯族的话 因为他用不到 那因为这样子久而久之的结果 我们常常就认为 原来你们都讲鲁凯 都讲排湾话 你们都讲北南话 所以就自动的把他当成 他是一个亚族 实际上不是的 后来进一步的研究才发现 很多地方还是有不同的一些特征存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鲁凯族 这个是他的一个分支的 目前的我们学术界 一个分支的体系 不过这个是我自己又做了一些修正 因为我做了这几年下来 我做了一些调整 因为原本我们很多学者做的是有些问题存在的 鲁凯族他底下有三个雅族 一个叫做下山社族 一个叫东鲁凯 一个叫所谓的西鲁凯 那么下山社呢有茂林万山跟多纳 目前万山跟所谓的多纳也没有 他们在争取 他们说他们不是鲁凯族 是因为日本学者硬把我放在鲁凯族 我不承认 所以他们现在也向我们的行政院申请 他要成为独立的一个组 成立一个组 这等一下这边很多的故事 我再跟各位做报告 那么东鲁凯的话呢 在以前我们学者的认定 就只有在台东的大南 台东的大南 大南社 东鲁凯族就只有台东的大南社 那可是喔 后来我在那边做了好几次的一个田野调查 我发现了没有在整个 这个东鲁凯跟西鲁凯之间 还有一个叫做拉布安 这个拉布安 他其实说实在的 他也是属于东鲁凯 为什么 我在做访谈做调查的时候 这个拉布安 他其实跟大南这边通婚非常的平凡 那为什么我们进到民国之后 我们的学者来了之后 会把这个拉布安放在西鲁凯 有的学者一开始都把它放在西鲁凯 像我现在已经把它放在东鲁凯了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我们在西部这边 开了所谓的公路 开到了很里面去了 所以说 有没有 往后这个拉布安这个组 有没有 他们下到平地来都走这一边 走西边的路 因为有公路 有公路 有公路 那么早期在 这个日本时代 在清朝 不会有公路的 所以在公路的时候 有没有 其实我的理解是 拉布安他们这边 都是从东台湾那边出去的 所以其实他跟大南会比较有密切的往来 婚姻的关系 痛分 非常的频繁 所以说呢 我是觉得应该把它放过去 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 拉布安跟大南社他们都有会所制度 我们一般叫做man's house 就是说 这个东西在一些东南亚的地方都有 它叫做会所制度 那也就是说有没有 这个部落里头的小朋友大概到十二三岁的时候 有没有 就不能待在家里头了 都要到会所去 男的要到会所去 去干嘛 去接受所谓的训练 那所以说这个所谓的会所 其实有点像我们近代来讲 他就是部落的一个教育部 他是国防部 所以说大概会集合这几个功能存在 那等下再跟各位做进一步的报告 那么像西鲁凯的话呢 他就完全没有会所制度了 那么我们可以很肯定的是 整个西鲁凯里头有没有 最老的部落就是好茶 好茶后来千村了 不过他的旧一职 各位有空都可以去看 大概还有将近一千多户 可是都已经没有人 有少数几户还搬回去住 其他的都不在那边住了 后来他们搬到这个新好茶 新好茶因为风灾有没有 又整个摧毁掉了 现在好像搬到里纳梁 还是哪一个地方忘记了 搬到那个地方去 后来中午又给他们安置了 那这里面的话呢 像我们等一下 也会有达德勒的东西 给各位看 达德勒跟吉禄 这两个是比较头痛的 因为这两个 我们目前找不到太多的资料 因为人都搬走了 所以说有没有 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 到底是不是属于 所谓的鲁凯族 一样 这个所谓的吉禄 我那时候去做访谈 有没有 我认为他们应该还是鲁凯族 只是呢 你去问他们部落里面的人 他们都说 这附近的这些部落都是敌人 跟他们没有交集 可是他们的一些所谓的祭祀方法 一些所谓的婚姻 有没有 一些制度 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那他有他自己的部落神话传说 那好查的话 有没有 他后来就是有阿里 霧台 神山 这个都是很肯定的 因为这都有资料 他们也都知道 他后来一直有没有再分下去 分下去 这些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分支体系 大概是目前我做的 应该是最新 比较完整的 那么各位看一下 这从Google里头抓出来的 这些点就是了 东吴凯在这边 为什么会有三个点呢 因为 早期的大男色是在深山里面 后来日本就把他牵到这个地方 后来就发现还不够 再把他牵出来 就把他牵出来 那么这边呢 就所谓的东吴凯 那我们刚才丢一根 就讲了 在这里 他其实在日本之前 他都从这边出去 后来这边公路开了之后 他都从这边出去 所以我讲过了 我们为什么很多的学者 会把他当作是东吴凯 其实他不是东吴凯 好 那这边就是所谓的下山社 下山社 那等一下我要讲解 有些是用下山社来做立志的 他的整个地理分布 是这样子来的 那各位看一下 日本呢 在晚期的时候 他就开始在台湾 对于高山延柱民主 实施了所谓的叫做 集团的移柱政策 这有点像现在有没有 我们大陆在新疆 好像做的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有没有 在大南社里头 他把最早的 卡布里瓦 他叫卡布里瓦 然后在1925年的时候 就把他迁到比利良这个地方 1941年 后来再搬到现在的东元 就是刚才给各位看了这个图 有没有 就这样一直慢慢把他迁出来 那为什么要迁出来呢 因为有没有 这些部落在深山里面 我日本管不到 为什么我很多的 我跟各位 包括我们做的研究里头 在早期 这个日本都派警察去 但常常动不动 就被这些原住民给砍头 砍了之后就跑光光 所以后来想一想 还是不行 要把他们迁出来 因为迁出来之后 我才能够控制整个 台湾深山里头的这些资源 然后这些原住民签下来 我比较容易控制 并且怎么样 我可以透过所谓的教化 所以后来 为什么晚期日本的 防民化政策 会推行成功 都跟这个的控制 是很有关系的 那这一部分 其实我也写了 蛮多的一个文章 好 那像你看看 这德罗达拉玛告 也是1940年 都是在日本时候签的 把他签到很外面的地方 拉布湾 就是我刚才跟各位报告 他本来是东武凯 也是把他签出来 都把他签出来 那旧茂林也是把他1940年 签到新茂林 签过来之后 没有多久 就日本就战败了 OK 那旧万山是在1957年 是日本想要签 可是这个部落始终不太厌利签 等到呢 我们这个国民政府来了之后 他才签过来的 才签过来的 旧好查 那是1978年 签到新好查 新好查因为2019年 台湾的关系 整个都被冲刷掉了 那现在搬到 这个里那里 里 这个地方 OK 这个叫所谓的集团 一个移住政策 这个在日本在台湾施行 对于他们对高山民主的一个 所谓的普平跟教化是 非常成功的一项政策 非常成功的一项政策 好 那么 鲁凯族它的一个传统社会组织 它实际上是一种世袭的一个阶级制度 就是有头目 贵族 平民 其实就是贵族跟平民 两大部分 那么社会组织结构里头很简单 就是有家屋 家族跟部落 所以等一下我的送点要跟各位报告 就是他们很有名的叫做家屋联名制 家屋联名制 那这个给各位看一下 就达德勒有没有 他的所谓的头目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还保持的目前还可以 还可以 那只是屋顶有没有 稍微已经有点不行了 那等一下你们看了 又会更多 因为都是石板屋 石板屋的问题 那么这是呢 鲁凯族少数有没有 在以前还有这个所谓的纹身的 那现在这些都已经过世了 他们都已经过世了 都已经过世了 那以前这种纹身的话 都只有贵族才能够纹 才能够纹身 ok 那么这个是贵族有没有 只有贵族他们的房子有没有 才可以用这种所谓的 这个百步舌的图腾 其他的老百姓 这个平民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ok 那鲁凯族他的自我成为很简单 跟别人在交谈的时候呢 他一定会告诉你我的部落 再告诉你我的家族 再告诉你我的家民 再告诉你我的己民 这个这样讲 再说各位有点不太理解 其实只要看后面这两个 就好了啦 这个己民就相当我们 汉人的名字 譬如说我要谢正道 这个己民就是正道 家就是谢 那么他们为什么叫 所谓的交无黎明治 这个是很好 你又跟婚姻制度绑在一起 所谓的交无黎明治 是因为有没有 因为这个鲁凯族 他们是一种所谓的 长男继承的制度 也就是说呢 在一个家里头 可能呢我生了四个小孩 那么这四个小孩里头有没有 长男就继承这个家 这个家可能姓谢 所以说有没有 这个家 这个房子就姓谢 只有长男会留在这个家 其他老二老三老四 不管男的有没有 将来怎么样 就是出去了 那出去了之后 他嫁的是对方的也是长男的话 对不对 嫁给对方的长男 就搬到那边 那边姓张 本来你是姓谢 谢就拿掉改姓张 那问题来了 当两个家族的成年结婚 他们都不是长男 这时候怎么办 很简单 他们都不是长男的时候 部落的长老 基本上 就会有没有 让两个人 在整个部落里头 找个地方盖房子 好 这个房子是两个家族 都要大家帮忙去盖的 轻松石板 把他盖起来 盖好了之后没有 部落长老在集会 给这一个房子 取一个姓 相当我们汉人的姓 所以这个叫家无为名字 就是这个原因 可能形成李 于是呢 这两个搬过来 我本来可能姓张 我可能本来姓谢 我们搬到这个家之后 我们不姓张也不姓李 因为这个家叫做李 我们就过来都变成姓李了 变成是这个样子的 那以后这个家 有没有 长子再继承这个李 那其他的再混出去就对了 他的制度是这样 这个叫所谓的 很特殊的交互联名字 这也导致我们 以前去做田野调查很麻烦 为什么 照前孙李四个人 有没有 我们想说是不同的人 结果是兄弟姐妹 为什么是兄弟姐妹 因为很简单 我们呢 这个国民政府 刚来台湾有没有 原住民做调查 因为你们用原住民的名字 有没有 叫什么巴嫩 我们这很麻烦 通通要求你们要改成汉名 那改成汉名怎么办 很简单啊 对不对 我们就来问啊 你们这个家务姓张 你就姓张 你们这个家务姓李 你就姓李 结果他们其实都是兄弟姐妹 只是因为有没有 牵出去之后有没有 其实性不同 可是他们都知道 那所以说导致有没有 兄弟姐妹 他们的性都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所谓的命名的制度 其实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很好玩的一个事情 很好玩的一个事情 刚才已经有想一次了 所以时间不太够 我赶快跳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这次是我们去看的一个 这个旧茂林的一个部落遗址 各位看一下 这个都是家屋 那很明显都没有屋顶 为什么没有屋顶 因为都是石板屋 石板屋的结构 我很快给各位看 这个图其实很精彩 因为我们那时候都可以画 他画的非常详细 还是要稍微看一下 这个东西 这个可以放大的 我们这个精细度是很高的 有没有 各位看一下 糟糕 怎么爬到哪边去了 这个有没有 你要看到这个都有编号 这个都是日本人 那时候去的时候 有没有派警察去 给他们做的户籍编号 52号 51号 48号 都给他们户籍 好 赶快 扬两下的 赶快关起来 那他们做了户籍 做了回场 都是我们整理出来的 整个的 我们做的一个家务宽度 谁的 第一户人家是谁 第二户人家是谁 都是根据日本的 他们的户籍资料 弄的 趕快跳 时间不够了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就是日本那时候做的户籍资料 都是日文 那我们都把它翻成中文了 那么也都全部电子党化了 但是不敢发表 为什么怕被告 因为台湾有所谓的个之华 这个都有 那会有头目伤 再来的话 就是有没有 他的家屋是这个样子的 赶快看一下 因为他这个家屋结构 他有一根梁 梁有没有 这个用石板把它垫起来 只要这个房子有人住 这个屋顶就不会塌下来 为什么 因为他们每天在里面煮饭 煮饭有没有 会烧火有没有 烧火之后 这个就会把这个柱子里面的湿气给弄干 会把里面的虫怎么样 给熏走 那一旦这个房子没有人住 大概一两年 这个柱子就腐烂掉 腐烂掉整个石板就塌下来 所以刚才你们看到了 有没有 基本上这边房子都是没有屋顶的 岩岩在这里 岩岩在这里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 45号交屋的一个附建图 那大概的结构是这个样子 那因为会所制度 我看看时间可能就来不及了 因为这个会所制度 其实也是他们盧凯族非常重要的 就是12岁之后 有没有 就要到会所里面去 要待到 待到你年纪很大 结婚之后才能够回到家 那万一你没有结婚 就一辈子就在会所里面过 就是这个样子 有点像是我们的国防部 这个呢 很简单的跟各位说明 那他们这是大蓝色的一个 比例两的一个青年级会所 那小朋友进来有没有 这些都有一些图腾 图腾的话就是呢 这些部落的长老有没有 就跟他解释我们这个部落的历史 神话传说 加强有没有 他们整个部落的向心力 跟他们讲我们整个部落的历史 因为他们没有文字 所以都是口述历史 那当然口述历史 常常会有很多的问题 就是说有时候 很多东西就变成不正确了 很多东西就变成不正确了 我在做的时候有发现过很多的问题 这些都是里面的 都有 因为我们时间不够 可能就很快跳过去了 总共有十个 十个所谓的图腾 每个图腾都有他的一个历史故事 第九 第十 会所制度 这是他们出草 那么卢凯族很简单 他们希望男孩子一定要成为勇士 怎么证明你是勇士 你一定要砍人头 人头砍了之后 就会放在部落 有没有外面的地方 那么就告诉你 这是我们这个部落的地盘 过来的话就砍头 如果你想成为勇士 你就要去外面砍头 砍回来 代表你是勇士 那女孩子的话 一定要会支部 这是他们 卢凯族 对他们的 这个小朋友 男的女的的一个取行 这个都是真的 真的图片 我那边还有很多很多张的 那时候整理出来的很多 这个会所制度就是很重要 好 那么因为时间有限 我就跟各位报告到这里 好 谢谢各位了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 谢政道谢教授 针对少数民族的一个 尤其卢凯族 他对少数民族长期的研究 包含56个民族 那因为今天我们都 大陆上来的朋友 他特别针对我们 台湾少数民族的其中一个族 提出来 给大家一起来交流 然后给大家分享 给大家分享 这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